分享天主圣言 长今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复活之后 请大家聆听 长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六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至四十节 那时候 否认复活的撒赌塞兰当中 有几个人前来问耶稣说 老师 梅瑟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做哥哥的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 他的弟弟该去嫂子喂妻 替哥哥立事 从前有七兄弟 大哥娶了妻子 没有子嗣就死了 二弟三弟都娶过他喂妻 七个兄弟都是这样 都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后来那个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 这妇人要做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因为七兄弟都娶过他喂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的人也娶也嫁 但是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得来世 并在死人中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 他们既来是复活的人 也就是天主的儿女了 至于死人复活的事 梅瑟在经济片上已经说明了 他称上主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和亚格勃的天主 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 而是活人的天主 在天主眼中 所有的人都是活着的 有几个经师音声说 老师你说得好 从此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中内的兄弟姐妹 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 法里塞林 撒度塞林经师 轮返上场 来给耶稣出难题 但是他们都拜下阵去了 现在出场的是撒度塞林 撒度塞林呢 基本上都是司机是议员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身份有地位 可是呢他们否认复活 于是他们给耶稣出了一个难题 说有一个人娶了妻子死了 然后他的六个弟弟也同样娶了他 他这个条文呢 是按照梅瑟的法律所说的 因为弟弟要给哥哥立四 那么就要娶他的嫂子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耶稣难为住 可是耶稣呢 却清楚地告诉他们 人复活之后 也不娶也不嫁 如同天使一样 一般的人 把复活之后的情形呢 是看作了一个现世生命的验身 也就是说这个撒度塞林 他认为现在结婚 死后呢 以后还得结婚 这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想法 说人现在在现世 要吃要喝 那么人死了呢 也要吃喝 也要买东西 所以要给他们的祖先烧纸钱什么的 其实人死之后 是一个灵魂 精神体 精神体呢 也不吃也不喝 也不占空间的 所以给他烧纸钱 一点用都没有 可是他们认为 人死之后 还像这个 露体一样 也吃也喝什么的 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就是把人死后的情形 当成了现代生命的一个验身 可是耶稣却启示给人们说 人通过死亡之后的复活 已经和现世的生命 完全不一样了 是一个知变 它不是量变 而是知变 也就是说 人死后如同天使一样 天使就是纯精身体 无形无相 这样的话 它自然而然的 不需要结婚 不需要婚家 人夫妇后是这样 但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呢 也引起这个穆罕默德 他也出现了一个错误 虽然他说是 他讲的古兰经是由天使 米格尔告诉他的 其实当然不是了 他说人死后 生了天堂 要和天使结婚 这完全就是 人世间中的一种验身 从他这个内容上 我们也知道 这完全不是 天使的一个启示 只不过是他自己 打了这样的一个名号 去讲的而已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从耶稣的话当中 我们要知道 复活和人现实的生命 是一个值的变化 复活之后的生活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状态 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超过我们想象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因为这是一个质变 它不是量变 因为复活之后 不是现实生命的验身 所以耶稣呢 就通过圣经 告诉他们 经济篇上所说的 复活的观念 同时也特别强调 人复活之后 既不去也不嫁 也不再死 因为如同天使一样 这句话就清楚了 说明了人死后的这种状态 天使呢 虽然我们画画 把天使画成一个能飞的 一个人带着翅膀 这只是一种形象的这种绘画 实际上天使 它是超越空间的 超越时空的 时间空间是限制不住天使的 因为它是纯精身体 因此人复活之后 变得像天使一样 但是在复活之后 如果既是有身体的话 我们也说得四大千 是神光神速神透神剑 神速呢 因为它不受空间的限制 那所以说 既在这里也在那里 这样就形成了 就好像速度很快一样 其实用神速 这句话也不完全正确 也不能完全的表达出 这个天使的行动 或者是灵魂的行动 透穿透力 那这个物质的东西 没有办法挡住精神的东西 其实连暗物质就挡不住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能有暗物质 在这个宇宙当中 这个人也挡不住 人的身体 每天都穿过多少吨的暗物质 墙壁也能穿透 因为物质也有多种 所以说我们不能去想 复活之后 什么样子 因为人毕竟 思维是有限的 看到的事物有限的 尤其人没有办法去想象 他没有见到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这个小说 或者电影在描写 天国是什么样子 西游记上 就是把人世间的皇帝的 这个样子 描绘出来了 天上也是玉皇大帝坐在中间 然后左右就是文武大臣 他是按照底下这个宫廷的模式 来描绘 其实真的天上是这样的吗 绝对不是 当然那也是小说 那就是说 中国人想象天国的样子 就是把宫廷搬上去 那么地狱呢 当然也是人所想象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现在中国人 所描绘的地狱 也肯定不是真正的那个样子 因为也 人也没有办法去想象 看不见的东西 没有看到的东西 是想象不出来的 但是耶稣启示给我们了 复活之后 人像天使一样 既然像天使一样 当然就不用娶 也不用嫁 那么人之间认识吗 这样我想是应该认识的 因为有这种关系 知道谁是谁 虽然是没有形象 但是也不用语言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传达 或者是认识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地去理解 可能用意识就能够知道 对方是谁 沟通也用意识可能也就够了 但整体的来讲 我们要知道 复活并非现实生命的一个延伸 那种状态 而是一个知的变化 比现实的生活 好过千倍万倍 我们没有办法用云言去描绘 而且死后要像天使一样 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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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